我的提议是一个抗议 所谓的抗议是土地 你们烂盖 有没有经过我老白经常的提议 族人激动地抗议 台电没有取得部落同意 而霸占渔人部落土地 为了族人权益 5号鸿头村长 后召渔人部落居民 以台电公司召开协调会 并要求台电公司明确回应 渔人部落居民的诉求 从民国71年 至今到现在 一点回馈都没有 一毛钱都没有给部落 做一个福利 连三节都没有 什么补助都没有 所以今天才做一个 陈述的动作 临近活力发电厂的渔人部落 曾多次向台电公司反映 常年受到空污的影响 以及发电低频声的干扰 造成居民身体健康 及农作受损等 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这次协调会议 部落居民轮流发言 并针对成情书内 土地不争议取得 几回馈机制补偿等十几项要求 要台电落实 对临近部落居民权益 我们的实际发电总网数是6000万 如果按照零币设施的回馈汇率 以台中的无期 那我们做参考 以6000万乘以0.22的 这个回馈汇率 换算下来 总共是一年 台电要支付渔人部落132万 至于台电里面的 不一定总发电量 对周边的电厂的回馈机制 是要一万千万 目前就是在这个机制里面 我们所谈的内容意见 我们会整以后 我们会往处里面 长官来上场 然后让总共长官来财事 宏陀村长表示 台电必须在一个月内 做出回应 并怕可以做出决策 官员与部落居民对话 呼吁台电要拿出诚意 并强调如果台电没有具体作为 这时将表达更强烈的抗议行动 也是新闻 小马力大胜台东南语 采访报导